美联储降息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不过呢到底呢这个降息呢对于一些打工族 对于呢一些呢就是做生意的人 有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所以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 对于这个股市我们的一个看法 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个股市呢可能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机会 机会在哪里呢在马股还是在美股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会告诉你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我相信呢这个视频能够帮助你呢 就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到六个月 有一个就是方向 所以呢一定要看到最后 嘿大家好我是Andy You 在过去的这个14年呢 交了超过一万多个学员 然后呢也是呢这个啊 持牌的这个股票经济 所以呢在这边呢 我可以今天跟你分享的 我还都是呢全部我过去14年的经验累积而成的 然后呢就是呢可以的话帮我点赞 还有订阅这个频道 因为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做新的视频 都会update大家呢这些好的股票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赶快呢点赞订阅 还有继续看下去吧 美联储呢就是降息 对不对 50个基点 这个呢对于呢这个市场 好不好 对于这个马股 对于这个美股呢 好不好 虽然美联储呢在上星期 其实呢就已经降息了 当然很多人是觉得就是讲降息呢可能是经济不好啊什么啊 这个呢不要以为降息就是recession 不要以为是这样子 不要以为降息呢就是因为经济不好 降息呢其实呢就是economics 101啊 就是经济学啊最基本的就是呢 降息呢就好像印钞票 什么叫做印钞票呢 就是当利息比较低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去银行做什么 借钱 借钱 所以当这个利息呢 从5.5降到5%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首先第一点 任何的经济的问题 只要呢能够用降利率的方式来解决 这样子呢其实呢都不是问题 所以接下来呢 还会有一些经济的问题吗 会不会有 他们会不会炒作新闻 告诉你 哎哇美国经济不好啊 这个零售啊现在下降了 OK然后呢股票就掉了吧 对不对 所以股票掉了 他再来降息多一次 这个股票呢又涨涨 所以呢接下来呢 你可以呢就是看到呢 首先呢美股 他会收到这个就是这样 好像现在他开始有这个药次了 他就赶赶的去生病 哎生病了再来创新高 就是他掉了再来创新高 掉了再来创新高 没有掉了再来创新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当然我们呢要看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呢真正的市场有没有这样子的反应 所以怎么样知道呢 我们的猜测是对呢 首先呢你就是要去看 就是说哎 这个meta meta呢有没有呢就是往上涨 有没有创新高有没有呢这些大股就是讲你去这个scanner 我们的scanner 你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这个大的公司呢 OK好像苹果 OK苹果他有没有呢接下来呢有没有呢就是呢创新高 有往上涨的话呢这些呢都是好的现象 这个amazon会不会呢接下来呢就是创新高 有创新高的话呢这些呢都是告诉你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是QQQ 对不对QQQ呢就是Nestet的这个index 所以如果他可以往上涨再次的就是突破这个短期的这个高点 OK这个就是一个胜利了 如果可以再高过这个高点就是创新高了 再次的创新高 所以现在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就是呢一个调整过后的一个趋势 你看到这个红色转蓝色对不对 OK我想问你就是红色转蓝色可以涨多少 在这边呢它红色转蓝色它涨14% 这个红色过后转蓝色 这边呢这个蓝色呢涨19% OK这个红色转蓝色它掉了 有没有可能会掉 有啦有可能会掉 不过过后呢它是涨 所以呢整体来说的就是呢这个蓝色 它如果涨一个26% 它涨一个19% 它涨一个14% 或者它只是涨一个10% OK你觉得你可以赚多少钱呢 所以呢红转蓝 它必然呢就是呢 真的是有一个momentum OK真的是有一个机会 所以每次我这样子讲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相信 就停一半停一半 OK but我就要show你 我要show你的就是呢这个红色转蓝色啦 有没有可能会亏 有啦你看这边 你看转蓝色了对不对 它创不到新高嘛对不对 然后呢它就往下掉对不对 你就输4%咯 所以你就要跑啊对不对 你要跑 如果不是的话这边往上涨 有一个8% 这边往上涨 有一个14% 这边往上涨 有一个3-4% 不过过后给回 OK在这边呢往上涨 这边呢有一个16% 所以我们不要贪心 有8%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接下来呢 有8个percent 红色转蓝色对不对 如果呢有8个percent 哇这个50%啊 你笑到牙都掉出来了 假牙都掉出来了 OK 所以呢在这边呢 这个呢真的是呢 20多% 这个呢 真的是呢就是想 哇如果呢是这样子 真的是晚上不要睡觉无所谓 明天去上班还是很精神 如果呢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 就好啦 OK所以呢 你们呢每一个人 在那边看的时候 哇帮我们Pray一下 帮我们祷告一下 给我这个Nestad呢 涨一个10% 从这边 OK从这边呢 涨一个10% 好不好 改天呢我们可以呢就是 一起呢出国 一起旅行 对不对 一起出国一起旅行 对不对 OK所以在这边 当然 这个呢就是呢一个 呃所谓的一个 我的一个看法 而且我的看法呢就是用 我们的system 用用data 用数据 来来看嘛 对不对我不是讲 我猜会不会起多少 我是based on过去的这些 当然我会stand by 如果不对的话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整体来讲的话 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的话 你必须呢 要真的是去study这个 你看到吗 就是讲哇 蓝色的话 如果蓝色我是在这个开始 我有多少的那个upside OK 他可能跑一个8个percent 会跑到多少 如果他跑了过后掉回来 这样子又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整体呢 如果啦这个Nestad 继续的跑 这样子 你有没有买到这些股票 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个方法 对不对 所以对于呢这个美股 overall 是蛮好的 OK overall是蛮看涨的 因为他现在是没有什么掉 而且他是涨的多跌的少 OK 什么叫做涨的多跌的少 这个呢就是呢 最近这个呢就是他涨的多 OK他涨的多 他从这边 他就往上涨 他涨的多 对不对 然后呢他掉的时候 他掉这样子 跌的少 然后这边他涨的多 这边呢他是 跌的少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overall呢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现象 对美联储呢 降息呢 对马股有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好处或者是坏处呢 OK所以首先第一点 这个 马币增值 马币在上嘛 对不对 所以马币在上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呢大家会觉得 哇马币现在很强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多数的人啊 他们是感觉不到啦 没有出国哪里哪里感觉到 你要有出国 你去外国买东西 你才有感觉嘛 对不对 你在马来西亚 你讲 我的50千 还是50千啊 我的50千没有涨啊 不过呢 如果呢你是用这个50千 你去换美金 你就现在能够换比较多 你要买美股 哇你的马币现在大了 你可以去买多一点的这个美股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 financial的knowledge 你不知道 你这个马币增值 你要怎么样去做嘛 对不对 所以首先呢第一点呢 如果马币啊 继续的这么抢 其实对很多人啊 尤其是打工族 其实不好 为什么呢 Imagine 你想一下啦 起10% 马币啊这个起10% 有很多这种美国公司啊 或者是外国公司 他在这个马来西亚设厂 请几百个人啊 现在全部人加薪 10% 了解为什么 所以每个人加薪水 10% 这个外资呢 他可能在 existing 在这个马来西亚的 他会有点 吓到 现在每个人突然间 为什么这样贵 这个工钱 为什么这样贵 本来是很便宜的嘛 我们才在马来西亚设厂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那些打工族呢 尤其是你是那种外国公司 什么啊 可能呢 要比较小心你的饭碗 所以呢接下来呢 就会有一些裁员啊 这些东西 你会看到啦 为什么 logic嘛对不对 如果现在马币这么强 这样子就没有意思了嘛 了解吗 所以第二个呢就是呢 你要想办法的就是想 哎这个马币 这么强的时候 你要真的是呢 去做这个就是股票 所以马来西亚呢 因为他的这个interest rate 没有什么掉 所以他的马币呢 就比较强 然后呢 这个股市呢 在这样子的市场啦 就是说 market比较波动 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投资者呢 他是在看 哪里比较容易赚钱 所以如果马来西亚 他是能够赚钱的话 马股能够赚钱的话 当然呢这个资金呢 就会进来啦 OK对不对 所以马股呢 就会有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 不过暂时来看呢 好像呢 没有比美国呢强 OK所以呢 在这边 我的比较老实的跟你讲啦 OK其实美股好像呢 是比较强 所以你一定要 就是想办法哈 打这个 PME US OK US 我们 让你了解多一点的这个美股 OK这个讲真的 是为你好啦 OK你要有两边 要两边要做美股要做马股 所以当然今天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一些股票 有往上涨的话 这样子当然呢 这个马股呢 其实呢 主要的那个 我们关注的 记得就是呢 这个 Property的板块 所以Property的板块呢 OK如果 还是在往上涨 像Example这个Machine 它Overall呢 还是在往上涨 虽然今天的这个蜡烛不是很漂亮 不过呢 它还是一样 就是红转蓝 Overall呢 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so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这个Example 就是呢 它还是呢 就是呢 整体呢今天呢 也是算是往上涨 所以也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 上升的这个取势 so当然呢 今天呢 有人就是很多人去看这个 SP Setia 对不对 你记得怎么样 虽然之前我是说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股啦 不过它也是涨回来了 我不喜欢什么东西呢 我不喜欢就是它从这边掉40% 代表呢 这个股呢 是一个很弱的一个股啊 就是想让你很压力的一个股 我们买股票有时候 有些人喜欢这种刺激啊 我呢 其实是不大喜欢 我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呢 不用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一天做工 还是什么 我们可能有那个 meeting啊什么啊 我们不可能这样子 哇一天掉15% 另外一天掉15% 这样子 我们不可能去看这些股票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股呢 虽然呢 它是有涨 有涨是好事 对不对 所以呢这边也是有这个bottom signal 要进的人 也是可以通过bottom signal 进回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 对我来说呢 这个是 没有这样quality的啦 ok 另外一个呢 就是Ecover Ecover是比较quality的 ok 你看他的building就懂了嘛 对不对 你看他的房地产啊 对不对 很多网红去买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 Ecover呢 其实是算是比较quality的 而且比较ok的 所以 这个Marsing啊 Ecover啊 Sunprop啊 这些呢都是算是比较强的 这种什么IoI PG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 by the way 有一些人在YouTube那边的 那个PM me 可能没有办法PM你 ok 所以你要找我们的那个电话 WhatsApp我们啦 ok so anyway ok刚才讲了就是呢 有其他的股票 对不对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股票 所以呢在这边呢 马股KLSE 有拿一些呢 比较重要的 ok 所以Tenaga 比较重要的 CIMB 比较重要的 ok这些 银行 Maybank 还是一个蛮强的板块 看起来呢 算是蛮强的 ok 不懂有没有人注意 99 Speedmart 还在呢 就是呢 往上跑 所以99 Speedmart呢 算是一个 暂时成功的 这个IPO Gamuda 还是一样呢 就是算是蛮厉害的 so overall呢 市场呢 算是呢 可能这个Sunway 算是给你一点discount 所以Sunway呢 今天掉 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所以看那个庄家 会不会呢 明天 马上买回来 所以庄家如果明天马上买回来的话 其实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现象 所以银行 还是那个最强的这个板块 QL这些还是 还是蛮强的 KPGA这个 也是继续的涨 so overall呢 这个整个市场 它是在恢复当中 恢复当中 so AB&B啊 也是就是银行 所以还是一样 就是马币太强 IGB REITS 还记得吗 前一阵子呢 我有讲这个股票 IGB REITS OK 它还是呢 就是呢 跑着这个上升的趋势 所以房地产信托基金呢 在这个美国降息的时候呢 OK 其实呢 就会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呢 这个接下来的一年多数啊 我们会看到的都是这个 降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REITS OK这些呢 就是呢 那些比较 就是所谓可以长期 hold着的 这样子的一个股票 so当然 在这边呢 不要忘记 我们这一个星期五呢 有一个这个 zoom meeting 这个zoom meeting呢 去这个website ndusystem.com slash register now 所以呢 这个星期五呢 27号 对不对 OK 7点半到9点半 星期五 我们呢 有这个zoom meeting 你呢 可以呢就是 来报名 这个免费的这个webinar OK我们跟你讲一下呢 现在呢就是哪一些股票啊 哪一些策略啊 我们呢 就是呢会看 OK 我们接下来呢 有这个 ndu traders mastermind retreat 是一个呢 三天两夜 游学营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会开放十个位置 就是给你去register OK waitlist 这个我们接下来会在这个Dana 越南啊 在那边呢 我们book了一个酒店 然后呢 我们会跟大家呢就是开会 就是跟大家交流啊 学习啊 让你就是了解一下呢 你到底呢 有哪一些所谓的不好的坏习惯 然后呢每一个人哦 其实呢 主要的就是呢 你有机会呢就是 来跟我 一起呢讨论 跟angeline讨论 跟mr gun讨论 对不对 找出呢你的一些就是 坏的一些习惯 看一下呢你的这个股票的这个 怎么样能够做的更好 所以如果你不赚钱 那怎么样从不赚钱变赚钱 如果你已经赚钱了 这样子呢怎么样呢 让你呢就是去到下一个level 然后呢2025年啊怎么样呢 设定一个目标 怎么样去做到你的这个目标 很多人其实他这个目标设得不好 不是说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 是因为他的目标 可能就是设得不够好 所以呢 在这个课里面的三天两夜 我们呢会就是做这个 怎么样去设这个目标 怎么样去达到呢 在2025年呢 达到这个trading的这个目标 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呢 这个mastermind member 在这个小组里面啊 我们就是mastermind group 所以呢我们会设这个 设计这个呢 mastermind member 的support group 这个support group呢 跟平时的 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平时大家都是online 学习嘛 对不对 所以online学习 跟这个offline的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啦 所以这个offline 是真正的就是你会遇到朋友啊 会啊 交朋友啊 然后呢会 我会教你们怎么样去support each other啦 所以过后呢 就有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人 或者是三个一组人 来支持着你去达到这个目标 在于呢 OK 很多人会问啊 酒店在哪里啊 在市中心啊 你要去走走啊 去吃海鲜啊 那些都有啦 那些有没有包吃啊 有没有住啊 住哪里啊 多少钱啊 你放这个register 你去这个waitlist 你submit这个waitlist 我们另外呢 邀请你 去我们的一个 来介绍多一点 讲多一点细节啊 所以那个呢 住哪里啊 吃什么东西啊 还是什么 机票啊 怎么样book啊 你有问题的话 你先register先 那个呢 我们接下来呢 会把那些资料呢 send给你 或者是 开一个zoom meeting 来跟你讲先 才send给你 好不好 所以你只需要什么 填你的名字 电话 email 当然这个 这个课哈 他只是20个人 so啊 我们不会太多人啦 我就是要小组 就是要以一个聊天的方式 让你讲 看你的问题 然后怎么样去进步 然后呢 怎么样去next level OK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 就是啊 一个support group这样子 在这个课里面 我们为什么这么小组呢 就是因为呢 可能我们自己 自己也是要 就是进步 我们自己也是要去下一个level 所以呢我们的team 怎么样呢 去下一个level 所以这个是我跟我的team的一个training 所以今天呢 我就啊 也是一样的就是 邀请开放给大家 一起join 所以呢每一个人 他都是要去下一个level so 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 怎么样去设定这个目标 怎么样去做到 OK就是呢 你要来到这个 当然啦 现在呢这个市场呢 还是波动非常的大 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一些因素 所以如果呢你想要知道更update的 更新的一些讯息呢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因为呢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这个live 所以呢你想要知道呢 就赶快订阅这个频道 好我们接下来呢这个live的时候呢 再跟大家一一的分析 再让大家知道呢 最新的这个消息跟走势 还有最好的这些股票 所以我们下个视频再见